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 关于他的故事和传说 我们可以讲三天三夜都不带重样 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传奇 从放名娃到权力顶端 把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收复统一 再到加强中央集权对贪官实行史上最严厉的刑罚 朱元璋的所作所为都值得后人深思 朱元璋生前的功绩 是之后的皇帝所难以企及的 他在位期间奖励肯荒 组织农民兴修水利 他还屠富民 一豪墙 严惩贪官 而且 组织人到全国各地丈量土地 清查户口等等 经过朱元璋的努力 满目疮痍的社会生产逐渐恢复 甚至达到了繁荣 他的最大功绩 就是收复燕云十六周 燕云十六周是中国北方 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的最重要的屏障 之前被石敬堂出卖给辽国人 后来的清朝皇帝 虽然抹黑诋毁明朝 但依然给了朱元璋很高的评价 朱元璋去世的时候是七十一岁 作为一代真龙天子 去世后的盛大场面可想而知 但是让很多人匪夷所思的是 朱元璋去世后 尸体被放了七天 很多在外地的皇子皇孙还来不及祭拜 朱领文就已经开始出殡 朱元璋的成功离不开他的智谋 他明白自己死后 终究会有人对自己的陵墓要动手 所以他在死后更是使出了障元法 1398年6月24日 朱元璋在英天去世 七天后的出殡当天 南京城十三个城门齐齐开启 十三只一模一样的队伍 同时从城门走出 其中只有一支是真正的出殡队伍 难以分辨 所以朱元璋到底瞒在哪里 六百年来一直是一个谜 令中国专家头疼不已 朱元璋的目的 在民间有著很多流传下来的说法 有的说在南京名孝陵 有的说南京朝天宫 有的说北京万岁外 有的说是在玄武湖附近和城外其他地方等等 反正是众说纷纭 没有一个固定的说法 真正在哪里 只能等专家慢慢发掘的答案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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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